他论述一些理性的东西 我觉得他才听得进去 我觉得我们 很多 人们最不喜欢被说教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分享 我们在上一桌看 常写这种立志的东西 或者说少年拍 大家都看着少年拍 人们看着看着就是那些道理 就是要面对恐惧 要跟恐惧共处 然后恐惧会让你成长 可是我们不喜欢被说教 我们喜欢听过事 那我觉得很多报道 如果我们可以一定程度 当然我们不是写小说 我们不是写报道文学 我觉得一定程度的 把这种故事性 带进去 让你的报道更亮眼 更产生影响力 我们的目的是影响力 故事只是一个手段 故事不是目的 我们不是为了要卖故事的卖故事 故事是一个手段 目的是要通向 让这些事情被很多人看到 以至于产生连锁的效应 以至于产生 所以像这个毛豆的报道 我们后面就会接续不同的一个 我们也看到中部有胡萝卜 他们也变成一个团队的方式 经营了一个很好的产业的成绩 那我们就希望从这个东西 它破产出去 它能够取出一些 帮台湾的产业打气的一个概念 的东西 那他也是爱台湾 没错 可是你如果第一句话就说爱台湾 当然他就觉得够了 就是觉得又来了 但是其实我们最后还是在希望去陈述 或是去影响大家对于这个土地的一些产业的认识跟理解 跟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好的这样的一种正面的概念 那我还是讲回到我前面一开始讲 其实要讲正面的事情 其实比负面的事情更难 这是今天大家面对的难度 这句话 讲正面去传播正面的事情 其实比负面的事情更难 因为负面永远吸引人 三色星永远很容易吸引人 因为人们想要看不一样的事情 想要看他到底是头先被切还是先被淹 就是说那个本身就会有想要吸引人 不是说我觉得是人性 但我觉得难在于说 我们怎么把一个正面的价值去转活 所以今天一样 我觉得大家看这些实际大爱的还是什么 他们还是想要用戏剧的方式去告诉你佛教的道理 他不会每天都在讲说上人说那些话 他还是拍什么连续剧啊 他们的制作成本也不比 他们也是用戏剧的方式 潜移默化的方式用故事 因为人们还是喜欢听故事 这次我自己做新闻工作也好 我一直在文字工作12年 我觉得还蛮深刻的感受 因为我们小朋友就很喜欢听故事 我觉得听故事的时候 其实人们就喜欢听故事 然后他后来什么的 然后他们毛豆遇到这个困难 然后希望用故事的方式去带大家对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刚刚讲 包括一开始讲那个好人运动 哇 开始这些有趣的故事就开始出来了 他这些有趣的故事就会滚出一个有趣的越来越大的力量 那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报导能杠杆出来的力量 他把社会的一些资源跟力量就会 就会开始凝聚起来 以至于产生改变 我想我觉得大家做任何报导都应该要有这个企图 我觉得不是企图 我觉得不然我觉得都是对不起 对不起树 就是说我们对不起砍架那些树 对我们弄我们纸浆 然后写一些没有营养的事情 或者是说交差给主管的事情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我觉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既然要花力气去做一件事情 那我还是强调他必然花力气 就是说他不太可能是Google一下 然后打几通电话 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的故事性不会好 因为你没有找到也没看到的故事 你没有把那个故事最吸引的人的故事 发掘出来 或是说张力 环境的意义是就是说 一个村子人因为这件事情 改变他们是什么命运 以至于对这个家庭 对这个社区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那个脉络的影响是什么 那个都需要花一些力气 当然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 以我们这样的周刊部分 也有每个礼拜结稿的压力 我们每一期每一期一年都要五十四期 我们也不过十来个机制 我们是赚钱 但是我们还是要交给香港人 就是说我们还是每年 作为一个商业的机制 它必须每年还是有成长 我们资源还是有限的 就是说相对于很多团体 可能我们资源稍微宽围 但是货源是有限的 那我举刚刚考人的运动 它是完全没有资源的 但是透过一些我们想要让这件事情更丰富的时候 其实它也不是一定要什么了不起的钱才能发挥效果 那我想说待会大家先练习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角度跟观点 那因为我想最近合适的事情 大家一定非常非常关心 我一定程度的理解 那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题目大家来练习 跟组来讨论出 你今天你是总编辑 你是这个版面的总编辑 你是这个合适的这个议题的主导者 不管你是在报纸或是在网络或是在 你今天要主导两个人一样 或是主导自己去做一个一整版的合适 或是三个版的合适 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你切的角度是什么 你是要切妈妈 切橫厂的工作人 你才是切蓝鱼 就是说你的角度 我想让大家练习一下 这件事情 无非是说 我希望最后大家在沟通的时候 可以更清楚角度跟观点有什么不一样 跟人就是说 我在上桌也是搞了两年才搞懂 角度跟观点 大家不用太着急 那就是我们等下分组 先去把角度 大家练习以合适为议题 提出你们这一组 想要切的角度 那 以及说你从这个角度切进去 你假设的观点 因为你切的角度 不会马上就知道观点 如果这样我们就 我们就坐在家里写新闻就好了 我们切的角度之后 我们当然是要从这个角度去印证 或是去不会论说 我们这角度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观点 当然因为我们不会说全然盲目的 因为我们会收集资料 我们会 会打电话问我们 会上网看 我们会看毛豆的相关的东西 我们会看 打电话问一些关键的人物 农委会的人物这些 或毛豆的这些农委会的 或是说这些植物的博士 我们会先了解一个大概 一样就是马上想农业 一扇看花 我们可以看看这几年的报导 或是这些达人走过了什么路 我们都可以收集资料 那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去做什么角度 那这个角度通向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那这个观点是有启发性的 是有影响力的 是当然是别人没做过的 做过的当然就不用我们再做一次了 那这个角度可以 这个观点可以发生影响力 可以带来传播的效果 我觉得大家试图去练习 然后试图来表达 然后我来给大家回馈 那协助大家要理解角度观点 这两个字四个字就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 如果大家能稍微掌握 看一件事情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不是报道 包括你今天看电影 看任何的舞台剧 看任何的文学作品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他切的角度是什么 去转握 你来为什么不切这个角度 为什么讲一个夫妻的关系 是切这个角度 然后他进去不知道看到什么观点 好 那就开始分手 那个老同学 就同学 就同学 谢谢